字幕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Goby 我去完旅行回來了 也隔了一星期, 因為上個星期剛剛下飛機 第二天已經是星期五, 星期六 我打算休息一休, 真的要給自己 這次的旅行去了東京和富士山 我覺得很漂亮, 但我第一次看富士山 真的很漂亮 還有我們去富士山的三天 頭尾兩天都是有暈的 還有天陰陰的 但第二天是一粒暈都沒有的 是很漂亮, 天氣很好 而且我們住的安全旅館 那個景觀也是十分之好 雖然我們不是住河口湖那邊 但近富士山市區的頭尾 風景也是很漂亮 而且看到富士山很大座 還有我們房間有個安泉 可以直接看著富士山去浸浴 真的很棒啊, 好好啊 遲些會跟大家分享一下VLOG的片段 但朱力我也會說一些飲食物多 還有我當時沒有怎樣對著鏡頭說話 因為我下飛機之後 我睡得不太好 在東京那幾天睡得不太好 搞到我的唇瘡爆了超大 所以樣子不太上鏡 有點差,有點壞 所以沒怎樣對著鏡頭說太多 所以大家會看到很多契期出現 在VLOG裡面 我會補一些VO 跟大家分享一下 食物方面比較多 大家熱切期待 今天先跟大家開箱 每個月的第一條片都是開箱片 會跟大家開對上一個月收到的PR件 以及我自己的自購 今個月的自購會有 我在東京藥妝店賣到的東西 另外我自己的XL自購 PR件會有Kilton的Cashmere的衣服 這是一個英國品牌 另外會有Term Body 傳了Zip的更新給我 還有ASM代理的品牌 就是Rachel Wine和Minoki 也有產品傳給我 我沒記錯應該是聖誕產品 如果大家對以上內容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去吧 在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新來到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 大家好 我是Gobi 我的頻道是關於 Natural Organic Beauty為主 亦是關於Clean Safe Beauty的提材 而我也是位註冊的香薰治療師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多些 關於香薰治療的知識 可以看一下這個Playlist 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等我下次下載新片的時候 就會帶了整個東西來的 如果大家想實質試一下 一些香薰治療用的產品的話 就可以去我的小店 Organic Craft看看 Organic Craft是售買香薰精油 按摩油 護膚油 護膚粉 甚至是一些礦香用的儀器 大家也可以在那裡找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我的小店 Organic Craft看看 我們立即開始今天的開箱 先跟大家先開一些Cashmade的衣服 其實我都比較少買Cashmade的衣服 我反而是多一些粗爛衣服 粗爛衣服可以到頭套一件 可以當外套 我反而那些衣服比較多 但是Cashmade 因為他們主打是輕、暖、薄、通、爽的 Cashmade的衣服 我就比較少買 而且他們的價錢也比較貴 所以他們說寄些衣服給我 我都覺得 咦? 我沒收過Cashmade的衣服 所以就看看質量 我先打開它 他們來到的時候 兩件都是這樣 這件是綠色、這件是紅色 這件是紅色 這件是Cardigan的 Cashmade的毛 其實不是普通的羊毛 Cashmade是那種特別的品種羊 有很多不同的可以拿到這些Cashmade的方法 有些可能會剷掉整隻羊 有些可能會梳出來 看看每一個農場對羊的做法如何 相對地如果是梳的話 價錢會更貴一些 Cashmade的好處就是 這件是輕、暖、又通爽的 因為我盡量少一點 機洗和洗 要少少特別處理 這件呢 就是那件GreenNet 那我這件呢 是中馬來的 凹一凹上身給大家看看 其實現在很熱 我回來香港也要20多度了 很熱 那它這個綠色呢 我覺得是有一點帶藍藍的 有一點帶藍藍的 這隻綠色 但是這個尺寸對我來說是剛剛好 對 它的質量也很好 感覺上 不過這些 會不會很容易起毛粒 這些呢 我記得我穿了一兩次 我才可以再告訴大家 但是也挺嫩的 我們試第二件 由於是一件Cardigan 其實那個Cutting 我覺得好像差不多 跟V-Lang那件差不多 那我穿上身給大家看 中馬也是剛剛好的 以我的這個高度 剛剛去到我手的這個位置 其實呢 我有時穿這些可以扣扭的外衣 我有個喜歡穿的穿法 就是 你把它弄厚一點 就是讓它跌一點 梳了一點肩膀 然後呢 扣前面 你可以亂扣也可以 你可以扣錯扭也可以 沒什麼所謂的 你喜歡衣服 你喜歡怎樣穿也可以 然後呢 你把這個 射出來 好像有些不同的款式 等到一件很尋常的Cardigan 就會沒那麼 糟糕 就是這樣 這個紅色挺漂亮的 我覺得 聖誕節又去派對 可以穿了 但是呢 實物體真的大一點 藍藍的 挺漂亮的 而且真的挺嫩的 好熱的 以上呢 就是Kilton 他們的Cashmare的Garman 好了 我們離開這個 Carambody的件 就是Sip機了 其實是新一部的Sip機 這個有一個Sleep Wrapped 一個盒子 裡面這裡 其實是叫你下載Apps 這部機器呢 我覺得 好像一隻UFO 現在 還有那個 它沒有那些零角的位置 現在只剩下一個 彎的位置 真的好像一隻UFO 應該都很握手很多 先拆了它出來 底部應該還有其他東西 哦 就有一支 SipGel 是什麼 哦 說明書 是最底的 這一層呢 就有 Sip Electric Complex Conductive Gel 還有 USB線 這個是USB的C線 說明書 Conductive Gel 很輕 50ml 這裡 但它就轉了一個銀色 知道跟它之前的 有什麼不同 這裡是有一個按鈕 這裡是Sip的Logo 這個位置是充電的位置 這個是Sip新Upgrade的開箱 這件呢 就是ASM 它們的 它們主要是代理做一個很喜歡的牌子 就是Rachel Wine 還有它們這次也送了Minoki的產品給我的 那我們開來看看 裡面其實有兩盒 這個是Minoki的產品 還有裡面的大盒 這些盒是Rachel Wine 其實大家不用我講 都知道 因為我在它還沒進駐香港的時候 我已經有用它們的礦物粉 阿托平有在台灣訂過來的 打開看看 這個應該是聖誕禮物套 裡面有什麼 我們離開了 Kat仔 聖誕快樂 送這個 Rachel Wine的 Christmas Makeup Gift 它們這次是聯成系列 和一個本地的兔子插畫品牌 A Little Bit 推出的兔子和化妝品限定化妝袋 捐出每個化妝袋 受夠6% 去給Tolo Bunny 拯救被遺棄兔兔的非牟尼機構 這個就是非牟尼機構的資訊 我知道他們的PR Claudia很喜歡兔子 她自己也有一隻兔子 很可愛的兔子 我們先看看化妝袋 這個Gift Set會跟這個化妝袋 都比較大 上面是有Rachel Wine的礦物粉 胭脂 我不知道是打涼粉還是 Base 毛孔細滑的粉 還有掃 很有趣 因為她畫了這些化妝品 所以我把她拿出來 這個空間也蠻大 旁邊也有一個她們的 插畫牌子的 Tag 裡面的用物呢 就有她們的Powder Concealer Mineral Control的Color Base 她們的 Exence的Face Powder 這個應該是打涼粉 還有她們的粉底 Mineral Foundation 基本上我自己最推薦的 其實就是這兩個 她們的遮瑕 和她們的Mineral Foundation 因為她們的Mineral Foundation 其實是防水的 如果你出門外 如何流汗也好 她都不會掉 所以這個粉底是很棒的 我用了01號色 M01號色 這個超棒的 好用 這個 我已經用過很多箱子 我想我用過3-4箱子 然後這個就是Coccealer Coccealer簡單的 是這樣的樣子 但是呢 它的遮瑕力度很足夠 而且它們的礦物粉 特別是這一款 我覺得是比其他礦物粉 很貼妝 當然要大家打底 有一點技巧 因為它不能太濕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 我之前和他們拍過的一條 上妝片 可以去這裡看看 這個就是他們的 聖誕Gip Set 這盒 Minuki 這個就是聖誕Gip Set 30秒的免洗泡泡面膜 它一樣也送上次的三款 泡泡面膜給我的 有Lip Bright 還有Moist 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Minuki的產品 是比較適合乾性皮膚的 它這些泡泡面膜 其實懶人就很方便 你只要塗上臉 等一會兒吸收 其實它就像泡泡狀的 Essence 但對於我來說 我真的要去到冬天比較乾的時間 我才用得著 如果大家乾性皮膚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這個牌子的 也很感謝 ASDM今次Minuki的產品 我喜歡的 這個膚色的產品 也不是很多 分別有 Pulcon U 它們的Calming Acne Cleansing Foam 這是洗面膏 然後有皮膚 這是什麼 應該是Hair Treatment 叫Lando這個牌子 然後有一個遮瑕膏 就是Coffericious Power Fit 是Vanilla Coal他們的遮瑕膏 就是這支 這裡我檢查過成份 沒有問題才買的 我搜到這裡 剛巧有打算了 看看它遮瑕膏 它是這些Dole Food Applicator 這裡有一點點 輕輕散開它 現場體也會 像粉感有點重 不知道上了臉會怎樣 這個我會試一下 好 之後呢 就有這個Fluidia 我這個是BB Cream 就是這一支 有SPF50加PA 4個加 整份來說都不錯 它這裡是蜂蜜 我們一起試一下質地 希望不要太白 這個顏色應該都差不多 對我來說 它也是略情一點點灰灰色 普遍的BB Cream都會有一點點灰色 它不像粉底的粉紅粉紅色 它有一點點灰色 但我推開了 它粉感也不重 這些再試一試 這個 之後這個 也是湊夠素的棉花棒 這個棉花棒 就是Face Shop的棉花棒 我記得十多元 之後就有一個眼線筆 這個是Pitli Pila的眼線筆 Ink Thin Thin Brush Liner 看看樣子 看看是否容易畫 整份都不錯 我想說 不錯 都是這些Full Tip 色物都流暢 其實我這支是 白色來的 是啡色來的 但你會看到顏色不是很實 在畫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點點深淺色 但它就不是那些很實色 很濃度的顏色 我剛剛畫完 我感覺到它好像有一點點承膜 有一點點黏著的感覺 等它乾一會 最後就是這個 3HA 有AHA BHA PHA的CLAIR CREAM 是來自這個Exfolio的牌子 成份都不錯 這個CREAM就是這樣的 應該是一個GEL CREAM的質地 蓋子 我把手放在手上 我把手放在手上 試一下在這個位置 是一個很清爽 薄的 有一陣子薄韓味道 你會看到沒有怎樣留下 一些亮的跡象 感覺都頗舒服 夏天用應該都涼滲滲滲的感覺 隔了一會兒 和大家看看它是否會脫掉 我這樣擦它 它也沒有怎樣脫掉 在這裡試的時候 可能未必準 因為我這裡不會出油 眼睛就會出油 到時看看好不好用 這裡這麼多產品 就是YES STYLE的自購 好了 好了 最後就是這一袋 上野的SUN DRUG 買的這些 藥妝 和大家一起看看吧 有些在香港 其實都 可以買的 不過那邊買的 真的太多了 我先說了 這一袋 這一袋 其實是 諾敦 這一袋 系列的維他命C 的 精華 霜霜 還有洗臉 這個就是它們的洗臉 酵素洗臉 雖然我回來看看 那些成份 它好像也有 一些比較可疑的防腐劑 不過 我也會儘量用一用試一試 它們的Essence 和精華液 好像也有一點點酒精 霜霜 反而沒什麼問題 主打也是維他命C的抗氧法 這個我寫著 集中對決的 就是他們的 PREMIUM的精華 這個是精華 這個是霜 這個是霜 我基本上買了一套來試一下 因為術在價錢是很便宜 圍起來 這個真的是 三十多元 這個好像七十多元 然後五十多六十元 我想試一試 如果是好用的話 或者可以用大家推介 我買了兩支特別的 這個是卸妝產品 來自Skinfail的品牌 兩支都是溫感的洗臉 兼卸妝的啫喱 它們是溫感的 即是觸碰皮膚會暖的 這個是他們最經典的系列 這個加了少許磨砂的粒子 可以做磨砂 所以我買回來試一下 因為它是一支過 可以落妝兼洗臉 雖然我當下沒有看成分 因為它們全部都是日文 但我回來檢查成分之後 我看到的 其實頭的成分來說 Blycerol 即是金油 鑑影劑的東西 成分不算太好 其實這些都是平常的產品 不算我看過成分最心動的 但我也想買來試一試 這支好像是90-80元 我們隨便擦一支 給大家看看 它們還有一支綠色的 綠色有些草管精華成分 還有薄殼味 但我沒有買的 我試試這兩支 這個樣子 它是膠質的 但它竟然沒有封 給大家試試 如果它沒有封 對 看看它塗上手上是否真的暖粒 對 真的暖 也挺暖 希望不要 冬天用就適合了 讓我試試 其實它裡面有少少磨砂的粒子 不過不是很起硬 你看到有少少粒粒 擦下去也不覺得很暖 好 讓我過一過水 它那些磨砂粒子 反而過水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更多 不過整體來說也挺舒服 硬的水 我買了 好 找一款拉人水機 它這個是Soft Santia 是來自Santan的牌子 這個也是Santan的牌子 它裡面有4支 其實我們在當地已經買過一次 因為它開車的眼睛很乾很堵 它裡面有4支獨立的磁裝 每天每次滴兩至三滴 每一天可以滴五至六次 因為沒有繁闊劑 而且它是人工淚液 所以盡量快點用完就淋了它 不過它這個尺寸來說 我都覺得這個尺寸很大 其實它這個尺寸很大 這個尺寸很大 這個同一個牌子 是專塗隱形眼鏡也能戴的 裡面有維他命D的配合 有時候覺得眼疲或有很多紅筋 都可以滴一滴 這些是屬於它們的第幾類藥品 第三類藥品 真多漂亮 而且它們是紅色的 裡面的液體本身是紅色 好像香水瓶一樣 對 這個是專門用的隱形眼鏡藥水 剩下一點 真是獨立品牌子 還有 我買了這個來試試 就是Tracola BB 它們的美白有維他命C 還有一個叫L-Sighting 其實這個是安基酸 它是可以幫我們人體 合成多些穀光筋 用來抗氧化的 另外有維他命C 維他命B 維他命E 配合 這一瓶裡面 就是這裡有這麼多的性分 我就買一瓶來試 因為一瓶有180元 可以吃到三個月的一瓶 那我就買回來 全水好奇 想試一下 它的樣子就是這樣一瓶 最後這三件就是 N-Organic精華 但這個是抗皺的 我想我會主打 一些 你覺得有皺紋抗傷的地方 我想我會塗一下眼下 因為我有時有些表情文笑 那時候 有些桃花紋 看看會不會可以幫補一下 N-Organic的成分都十分之好 但是 Travel成分這個 反而有點直令 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瓶是平衡的精華 很大瓶 這麼大瓶 可以用兩個月 它的質地應該都好像Lotion 我來試一下 其實可以用來試試當面霜 不過質地很薄 它也有一點用蒸油來調香 很香 那些糖味也是 可以用來做面霜 感覺 如果有食靈的東西 我覺得最好在整個皮膚治療程 最後才有 可以接受 我覺得 最後一件 就是N-Organic 他們維他命C的精華 其實我買了很多 涼白精華 因為我自己 本身也有一些 涼白 雖然現在好很多 我覺得 我自己本身 皮膚治療程 都可以著重涼白 去印 這個是它的維他命C 它的蓋子 是一個 Dropper 來的 有些粒粒的 這樣會不會清楚一點點 有一點點的東西 但你推開了之後 它融化在一起 維他命C酸的味道 對 好 這些全部都會 試一試 如果找到好用的話 會和大家分享 好了 就是這樣 以上就是上一個月收到的PR件 以及我自己的自購 如果有什麼 歌別問題 或者想我重點拍 review的話 記得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不告訴我 我不知道 有些我可能順著自己心意拍 如果你不去特別request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 如果喜歡看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留言留言 留個心心 或者把這條影片分享給你 覺得有需要的朋友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 愉快 安全的生活假期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託 拜託